台風過後即使行程在忙碌 也還是趕到台北世貿 為節能家電來提升買氣 台北市長蔣萬安 特別感謝電器工會持續投入 即職教育和公益活動 和民眾一起節能減碳愛地球 用最新的功能油污去除 能用高溫讓室內機的機體內 維持潔淨狀態 加上獨家電理科技 讓空氣更乾淨 還有高效節能的日本制壓縮機 讓省電效果更好 更強大 讓我們的產品在效能方面 有非常亮眼的表現 帶給消費者省電又舒適的空調體驗 為了鼓勵民眾更換成節能家電 經濟部又再加碼20億台幣 連貨物稅總共可省5000元 不但提升了生活品質 也減少能源的過度消耗 照顧好每個人的荷包 感謝消費者多年來的支持 特別推出期間限定的感恩大回饋活動 連續三個月 每個月抽出保時捷購車金一名 和6萬元的現金得主60位 總價值超過2000萬 表達日麗冷氣 對消費者千千萬萬的感謝 蔣萬安強調 台北市也正積極推動 淨零排放政策 加速工商業 泰幻老舊耗能設備 累積申請金額破一億三千萬 也歡迎服務業來申請和諮詢 記者王淑銘在台北報導 報道 報道 官大臣 和諮詢 評論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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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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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